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斯纳气愤地离开 一边走 一边骂那个女人是个神棍 突然窜出一个男子 向阿斯纳推销他的中西合璧的星座命盘 他以为这又是一个唬人的神棍 就买了一个命盘 想当场拆穿他的谎言 男子按照阿斯纳的生日时称 给他找了一个星座命盘 阿斯纳打开一看 里面写着他今天会遇到骗子并且破财 男子问阿斯纳是否算准 他想了想今天遇到女占星师被骗了钱 勉强认同 男子又告诉阿斯纳 这个命盘只能显示一天的运程 过了12点就会有了当天的运程 阿斯纳根本不相信 正好时间到了12点 他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有了新的运程 说他今天会升职 阿斯纳看得一头雾水 以为命盘里有神奇的墨水 才会让自己变化 当他想找那个男子退钱的时候 一回头却发现空无一人 第二天 阿斯纳一到公司就被老板叫去谈话 他原本以为老板要斥责自己迟到了 没想到老板却拿出一封信 要给阿斯纳升职 阿斯纳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这时他才相信那个命盘真的好准 隔天 命盘上说阿斯纳和男友会有意外惊喜 恰巧路过一家婚纱店 两个人被选中当模特 命盘上的预言诱重了一次 连续两天 命盘都准确预测运程 这让阿斯纳对命盘深信不疑 于是12点一过 他就等在命盘前 急不可待地打开它 想知道这一天的运程 但这一次 上面写他和男友会分手 果不其然 阿斯纳目睹男友和其他女孩子在一起 他一怒之下打了男友一耳光 和他分手了 从此之后 阿斯纳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命盘上 晚上早早地就守在命盘前 等待12点的到来 可是今天 命盘上却写着 他会遇到一个普通又贫穷的男人 平凡地度过余生 阿斯纳偏偏不认命 他拿出笔 将未来遇到的男友改成又帅又有钱 第二天 单位来了两个新同事 一个平凡普通的宅男罗伊 一个英俊潇洒的富二代莱昂 阿斯纳觉得因为自己已经逆天改命了 所以必然是同富二代莱昂走到一起 而生活也好像要朝着阿斯纳改过的命运方向发展 他和莱昂的感情迅速升温 莱昂也适时地向阿斯纳求婚 正当阿斯纳沉浸在幸福未来的幻想中时 命盘又给他带来了不好的信息 上面写着 他会遭受不测 影响今后的人生 可是现在的阿斯纳觉得改变命盘就能转运 于是他再次拿起笔 在命盘写上了逢凶化疾几个字 第二天 阿斯纳走在街上 一个路人与他相撞 令他停下了脚步 他还在抱怨这个路人时 高空中落下一个花盆 枕杂在阿斯纳的面前 如果当时他没有停下 那么现在花盆正会落在他的头上 正在他为自己改写了命盘 抵挡了灾祸而庆幸时 一辆大汽车迎面而来 将他撞倒在地 医院里阿斯纳醒来 发现自己的容颜没有被损伤 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小小的事故 就在他打算回家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双腿没了知觉 原来他的脊椎受到撞击 导致下山瘫痪 而当他想喊自己的男朋友莱昂时 他的朋友告诉他 莱昂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最后只剩下憨厚老实的罗伊 陪在阿斯纳身边 阿斯纳此时也是百感交集 看样 很多命中注定的东西是没法改变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亲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